脱口秀社区2022年茶话会开始 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茶话会 咱们就随便聊聊 这刚刚节目 郭靖云老师讲的自己老公舍不得花钱 所以咱们今天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大家有哪些省钱的小技巧 或者那种控制你消费欲望的地方 我的省钱技巧就是 节目做的东西能吃就吃 我都吃不着过马上 我好似是没吃 这已经空了 我刚才非常迅速 那好喝了 喝完了 麦这个 我买到20多元 我都买 我甚至买20多元 买2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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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中间商 对 电动车就是保持好 其实好所有东西都有那种价格 你知道低于那个价格 净超低 对 你来一半 第二个问题 就有没有掉进过消费限制 还在想骗我去 你真是跳 你跳 陷阱不过大 你跳中下往英国 哈哈哈 我们之中谁是最喜欢猎骑的人 分上来讲 咱们买过最奇葩的 我那些猎骑都不用买的 那些猎骑都不用买的 那些猎猎给你推 出土奥特曼 没有 好 但是在看机遇我都笑半个 但是你挺节省的 你怎么会想买这些就是 那些很好玩的东西 便宜 这话不得便宜了 不超过30万 超过30万 超过30万 都不想练习 我有朋友朋友们是这样 有些人他雖是省钱 但是他遇到很多便宜的东西 他都忽住 是 他就是投资货 便宜东西能买一堆 贵的绝对不买 我下去了两个房子 就在他那里 他们只有很多大数据线 耳机 然后那种USB小分析几十个 对对对 他们一起来不开裤球 我的感觉 对对 这么有命吗 麦这个 我买过年轻的时候 觉得什么有意思 买过那个手机型的导致 那天天他说 你还打电话 打完天没人提过 就等了问 我一问好好一问 很少有人问 而且确实是没有吵过三个人 我今天是二十五 我是二十几 对对对对 老爸买过那啥 自己家可以打琢磨球的 就是一个杆 我家也有那个 我家也有那个 十九半九 十九半九 有个像 就是有个像 我老公一样的那样 有一个手思有的 他就觉得能关联身体 有很多东西脑海里想象的 这贼好像天天就不用去打球 我打这个不就行了吗 麦这个 小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那个鸟 在嘴里叼的那个甲鸟 这个 那个那个有那个 那个甲鸟 现在就是一些网友们的问题 想问一下建国老师 哎 我什么时候我要更新 隔三差五拖宰吧 我要再做的话 做个美食 都不类似的 好 所以 也希望大家那么尽可能的 把自己的快乐分享给我们 把起来看大家的发言了 那今天这一次的茶话会 就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脱口游市区 快乐茶话会 哦 就是咱们这个刚结束嘛 然后此后聊了很多 关于20岁 年轻人就干什么怎么样 大家年轻的时候 20岁左右 有没有想做 却没能做成的那种事 想上头 这是谁 哦 哦 我那会儿只想让今晚 搬家都做了 哈哈哈哈 我们的20岁还是很不一样 对 不得不说 你这个 逆龄生长 这就开始了 这就开始了 20岁想学会拍马车 18岁就回来了 20岁在上学了 接触多个幼稚 20 25啊 25 25 25 哦 我咱俩同名接触 那你这是逆龄生长 啥玩意儿 死后 我也一 生长 结果 我也一 死后 冻你 死后一年多大了 27 学悟 25的 我也95的 我为他28 所以各位网友们 大家觉得95年27的 请Q1 这个问题有意思了 说在江子豪表演结束的时候 王宝老师说了一句 江子豪你终于会受到个秀了 大家觉得自己人生开窍 我感觉人生开窍还有有点难 东方开窍是啥 开了嘛 也没有人告诉我 对 只有有人告诉了子豪 少年讲开放麦 某一次突然挺好笑的 因为最开始有说大不孝 总的会有一场会 全程都很好笑 对 又很兴奋 又觉得王这个舞台很有魅力 又很想上去 唐莫哥呢 唐莫哥呢 那也是差不多 我们打到大王的 你打算你会讲 他不用了 对啊 终于会讲 终于会讲 他不用了 他不是讲了一段时间 然后出现了一些演出 你就是 其实观众没有那么开心 是吗 但是你自己非常顺利 那子豪你认为你开窍是这一场迷战吗 那我现在就没有马铁了 你头部又剩下这是一声照样 哈哈哈哈 你好 子豪特别棒 我开窍了 欺窍了以后 因为我在段子里讲了普通话不好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自己 或者对方普通话不够标准 或空耳 而发生了很有意思的事呢 二倍 听过了 好 大家都没有的话 大家普通话都特标准 这种是什么子发在我在哪儿 肠膀应该没有 肠膀 大家不会说你有口音啥来 你啥说肠膀有口音 不会有啊 刚刚发生的一个空耳 我原来也会偶尔大家说你有口音 只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也会有 谁会杀人 前两个人我跟超约还在讨论 我俩谁在设计的话口音够 还是你都我看见 想知道你们的恋爱小故事 和喜欢的人吃的第一顿饭是什么 恋爱小 大家知道我在恋爱大呼吸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你恋爱所有的故事 你们说吧 第一顿饭吃的是鸡酱 不记得可能在汉堂吧 哦 你谈点从大学就开始了 讲讲我演的电影 大家看到吗 西米线是哪个 我真没看 我还没看 虽然没看了 很多可能都是我们一样 都没看 你有我 梦川 小红什么都去 哦 改的都去 哦 对 后边有你们 对对对 所以我找我的时候 把你们找到 有东西 我都没找到我 好 虽然发指还没看完 但我们茶话会就结束 到会去 哈哈哈哈 茶话会就到这结束了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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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茶话会 你看 我们想聊一聊 就是不同 MBTI类型的人格 我是守卫者 守卫者 我是竞选者 竞选者 我也是守卫者 哦 由咱们两个来守卫这个地方 现在 我是调整者 大家每个人啊 用三个字形容这个者的特点 守卫者会为别人着想 然后会爱甘心 然后内下 所以我们是利他主义 对 利他主义 利解那个风格是什么特点 性格容易 内耗 嗯 然后非常喜欢直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那不同人格面临社交问题 当然一般会如何应对呢 你有社交问题吗 我没有 但是我会主动社交 比如说微信 我真的不会主动加别人的微信 我真的会主动加别人的微信 然后我觉得我会给别人待 射交不了 我也 我也不太会 对 那这就导致我们两个都没有这种微信 哦 有没有 现在加人 你看他都没有彼此的微信吗 上官加人 现家 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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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朋友们 我有亚定的微信 你们留不 请进一开会时 突然发现自己共享屏幕 忘了退出 而你正在和朋友 吐槽会议中的其他人 就会假装不知道 然后开始夸 我想的也是这个 先赶紧摆这个 就讲个梗 捞回来的话 第二个行径 你正在和同事 一起和合作方谈业务 这时你发现 他的门牙上有 菜叶或者是口红 你会怎么办 咱就假装都不知道 咱就劝奶 劝他喝奶 把那东西过滤就 也行 是吧 那家对彼此的出印象 以及现印象 是什么样的 我对鸟鸟的出印象是 沉默 现在人家是开朗 现在为什么是开朗 他很开朗 就是他会 其实他很拥抱别人 你有变化吗 还是你本来就这样 就是我 见人之前 我会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所以我要是今天 要见你们 我就想要见面是 要照顾的 我就要 我觉得小家的印象是 这个特别倔强 但是后来感觉是一个 特别开朗 特别随和 你觉得谁是被标签 贴的最多的一个人 我觉得你要你要 嗯 嗯 我觉得我们几个标签 除非你意外 我们四个标签都很明确 对啊 嗯 那你觉得被贴标签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好事坏事 可能观众会有一些期待 嗯 但也是好事嘛 因为观众是 嗯 嗯 我不觉得是坏事 我觉得你这辈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撕掉标签 是 但贴标签我也不介意 就是观众他喜欢你 他才更贴 那网友也提问咱们 说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哪方面的焦虑 比如说娘娘有提到过身材焦虑 是如何和这些焦虑和解 我也有个容貌焦虑 我老觉得我的脸型特别不好看 请在评论区打出好看 我现在有一点时间上的焦虑 因为我感觉我不受控的时间别多了 嗯 就开始他们忙了什么 就是被排布的时间 但是你得去完成一些东西 1.2 我也是有个貌焦虑的 但是 就是 因为对向有科技太不信任 所以就只能接纳 咱们还有几个快问快答 想看杨丽继续野蛮财 杨丽你怎么看 我也想野蛮财 太好看了 野蛮财 还说啥也不冒犯人 还架空啊 有人还给你捞回来 问豆豆平常会自搜吗 有没有刷到过印象很深的产出 自己搜自己 不会 你觉得自己像西游记里面哪个人物 有人爱着我 所以我 跟我聪明了 那就是什么广之禅师来说 哈哈哈 老有人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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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像 荣光王的老婆 铁战公主 嗯 我觉得我 可能 可能像沙峰 沙峰 就是比较老实 画傻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快乐五分钟就到这了 是不是 表现干的是 是ert 本集在哪家里 几内 无论 不中